这厚背包戴口罩的男子走进正公所 公所人员赶紧帮他量体温 没多久原警也到场关切 这时男子非常疲倦 在外头吃起早餐 他向警察说刚从台中机场走到彰化西湖 花了八到九小时还回不了家 一度传出遭问奖俱载 这名男子走出机场大厅之后呢 来到了计程车排班去 被问到他是从大陆回来的 没有问奖敢载他 也让他是非常的无奈 声称没人敢载他 但机场排班问奖都说没听过 这件事50多岁无尽男子云林人 自称在国营事业退休 日前到大陆散行 这个月4号从大陆走小三通 到金门一待就是6000 政府6号宣布 有大陆港澳旅游室的民众需居家隔离 男子正巧躲过 直到9号他盘缠用尽 在金门航警协助下 搭机到清泉岗机场 准备回云林老家 但到了机场却坚持用走得回家 村长说男子疑似在机场和弟弟吵架 杜气走路回云林 但体力不值只走到了西湖 用Google Maps搜寻路线 从清泉岗机场走到西湖镇公所 约40.7公里 完全不休息的情况下 也要走8小时26分钟 男子的行径民众都难以置信 我觉得有点夸张 我佩服他的意志力 可能是他疏解压力的方法 最后由云林当地乡公所 和男子的弟弟一起把人再回去 还好全程都有做防疫措施 目前他居家自主管理 没有发病症状 记者许玉文王百音 台中章话采访报道